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郭小婷在组里顶替袁冰岩 最让人心碎的还是刘雪怡和落花时节 袁冰岩的服务事项连续几天发酵 追随着复杂的专业知识令人费解 袁冰岩到底有没有责任,有什么责任 网友和粉丝褒贬不一 这就是狐妖小红后团队的态度出现问题的时候 如果袁冰岩能继续出演图山压压这个角色 就说明她真的很无辜 演艺事业也不会受到影响 相反,这位当红女星凭借代表作琉璃离开大众后 不得不接受吃素的命运 下午有办法伸入小红狐妖女 可见图山压压一脚换成了女演员郭小婷 郭小婷,一头飘逸的荷花傲戴 其肩长发,温婉端庄的身材 容貌气质,手足经典韵味,一头紫葫芦 腰部 给她增添一点俏皮和可爱 评论区,有几位网友喜出望外 华英和雪之重逢,郭小婷长得很别致,演技精湛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觉得袁冰岩比较合适,可惜演员亦担心S服务,也无望现身 最大的关键因素是袁冰岩和刘雪怡的落花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这部剧,无论剧情,制作,还是两人的整体表现 在历史性的木偶剧中都称得上好看 目标市场也非常期待 如果这个动机不播出,实在是万里懊悔啊 而刘雪怡本人也有着不亚于潮流巅峰的随波逐流的男明星 脸型和气质,古装古装,无论是白裙还是子裙,都被称为戒之子如玉 落花的时光是平台定制剧,各方首选,刘雪怡在其中饰演男主 深邃深情的眼神让人怦然心动 她有爆发出圈的能力,可惜这部剧不是问能不能播,而是能不能播 全球不是因为它必须是顶级,所以我们希望刘雪怡忘记自己的失望 并尽快投入她的后续剧,留下更多的展示照片 可以在演员的美好时光中度过美好时光